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一節是一篇好聞分享 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記者Dominic Booth 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文治會不會成為我們後防的重心 由於我們在駐會市場 沒有收購到任何一隊的中堅球員 其實這件事我想他在文章中引用到 去年Greenwood和Williams 都在蘇西查那裏提升了上一桌 文字會不會是今次的情況 我覺得就有一點不同 首先分享了這篇文章 他首先講了文字是怎樣 他的新路歷程是怎樣 然後他也講了會不會是甚麼情況之下 文字就會成為我們的 中堅的一份子 即是正選 好了,儘管看看是怎樣 Dominic就這樣說 他就說 文字 其實在青年軍局一直在踢 現在只是18歲 他剛剛在接受官網上有個訪問 他才剛才上一隊一起操練 他就這樣說 他真的很有用 因為我們當時看到 麥佳和蓮蒂洛夫等一隊的球員 我可以學到他們怎樣去踢球 以及那個速率 U隊和一隊差很遠 快了很多 真的很開心可以跟他們一起操練 尤其是在我這麼年輕的時候 看到一些這麼有經驗的球員 也看到他們踢一隊的情況 他們很有經驗 我有一段時間都未累積到這麼多經驗 除了經驗之外 他們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員的一批 所以跟他們一起訓練 我已經是 不停地學習 不停地 好像一個海綿 吸收他們的精髓 但是 大家都看到近來我們的中堅 尤其是中堅方面 踢到這樣 就真的他不知道吸收了什麼 另外 可能文治自己也不發覺 因為漫漫 雖然他現在 跟一隊操練了不太久 但現在攪拌一下 原來他已經可能成為 第五位的中堅球員 麥加亞連洛夫拜利 是頭三位 第四位應該就是 杜安西比特斯比 第五位已經對到文治 OK 因為洛河和中斯 其實已經是越打越後 就是那個排名 而且他在歐聯那裡已經是沒有他們兩個份 當然了 史摩寧和世錦 也正式轉了會去 羅馬 所以 公平一點跟文治這樣說 其實真的很短時間 對於他來說 職業生涯 跨進了跨前了很多步 一定程度上 他能否控制得到 或者是否接受得到 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上一季 他剛剛才去到 Neil Wood 帶領的 U23那隊 當時去年 就是17歲 他已經跟 U23的球員 踢 起碼已經比他年紀大幾年了 不是起碼 然後 他也曾經 帶領 U18 去到 FAU 的 他也有份踢 即是去年 他游走 U18 和 U23 兩隊 OK 在去年 11月 他跟隨 一隊 去到 Extana 歐霸杯 作客 但當時 沒有機會上場 因為 還有一個比較年輕的中堅 Bernard 比他前一些的機會上高 但是 轉眼間 短短幾個月 文治已經是起碼跨越了Bernard 即是說已經是上到一隊 以及已經是成為我們第五中堅 這個就真的沒有人會想像得到 我想就算文治 自己都沒有想過自己升得那麼快 還有 剛剛 他的訪問那裡先說 就說這班 他看著在他們身上學習的大哥哥一隊球員 現在就已經正式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了 即是說 不是要從他們身上學習的 是直接 跟他們競爭 競逐這個中堅的位置 所以其實真的很短時間對於一個 很年輕的球員 即是 連勝了很多級的挑戰 其實是否真的 那麼容易呢 這個真的要 研究一下 OK 好了 說回來 究竟蘇斯一柴有沒有機會 擺民治或者 賭安沙比 去挑戰 即是我們現在正選中堅的 三人呢 去年他都不是沒有做過的 就是Greenwood 和Bernard Williams 都在他手上 正式 上到一隊 也是曾經 踢得不錯的 但是呢 Dominic就沒有說了 我就想補充一點 大家都記得 Bernard Williams 其實 最主要是因為受傷的情況下 才 突然間推了他 上去 Greenwood 就好一點 因為 之前 在歐巴杯的賽事 他都比較上陣 以及聯賽杯 等真的比較慢慢地 才等他上位 再加上機緣巧合之下 福仔受傷 他成功 就在一隊 踢起了 再加上 在右邊 他的確 表現比Daniel James更好 所以他就成功地 入到正選11人 其實呢 我想說 就是說 當然 在一個 很理想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將 青年的球員 慢慢慢慢 在一些沒那麼重要的比賽 給他們踢 然後才上到一隊 然後才競逐正選位置 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但是很多時候 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有球員受傷之下 可能突然間 會加速了 而去年的Bandon Williams 和Greenwood 基本上都是有一個 類似的狀態 尤其在前鋒球員那方面 我們始終有那麼多人 所以Greenwood 真的可以慢慢一步一步來 而相反 Bandon Williams 真的突如其來的機會 他就上了位 但是也出現了一個問題 我們都經常說 年輕球員 剛剛踢過球的幾場 由於真的很開心 很興奮 所以特別會表現得 比較好的 通常都 但是當他 沉澱了下來 習慣了比較多 機會給他踢的時候 可能他的興奮程度 沒有那麼大 他的表現相對來說 就比較困難 年輕球員很多時候 要求他 長長球都那麼穩定 的確是不容易 以及 強人所難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有兩樣東西 令到今屆 文治有沒有機會上位 就相當困難 除了剛才所說 突然間跳級 跳得那麼厲害之餘 還有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就是說 沒有歐爆杯的情況 聯賽杯也差不多 踢到 比較後期 即是沒有一些比較容易踢的比賽 讓他慢慢成長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 不是每個人都像 Bannon Williams那麼幸運 突然彈了上一隊 都沒有人認識他 除了我們 萬米組成一組 就介紹過Bannon Williams 但是 大部分的 我相信 萬聯球迷當時 他上一隊 踢球正選的時候 都沒有人認識他 還要借得不錯 其實真的是一個 很少數 另外 在後防方面 還要中堅這個位 壓力極度非常大 一個這麼年輕 只是18歲的球員 如果真的有機會被他踢到 英超 無論哪場都好 要他踢一個正選的中堅 其實對他的壓力相當之大 再加上 即是我們都之前說過 我們的後防系統 其實都還是 不停在摸索 不停在演練 正式的比賽上 在演練 大家就算不要說他 正選的球員 都在摸索 究竟是怎樣踢呢 我們這個 後防系統 你說 那麼闖絕就推文字上去 其實那些機會 是十分之大 說真的 所以以我的看法來說 文字就很難 作為我們一個中堅的解決方案 但是 在一個正常的情況之下 輪到他踢的機會 亦都很小 因為我們都沒有什麼 機會 有些比較容易踢的比賽 讓他上陣 雖然說他第五位 但是他前面 都有四個球員 可以選擇 兩個 去上陣 除非踢三中堅 就要選擇三個 但如果踢三中堅的話 就很大機會 蘇爾會 會參與 OK 大家千萬不要想 蘇爾可以踢雙中堅的 其中一個中堅 一定是必死無疑的 蘇爾的位置 如果被他踢雙中堅的 左邊中堅 就真的很嚴重 所以真的想也不要想 三中堅就勉強可以 OK 所以 除非像去年那樣 傷病的情況 突然間很厲害 真的沒有人用 我相信蘇斯特查一 才會放文字上陣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他也是 在錯板凳的機會多些 或者有些機會 可能後面入替 也不一定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 文字 我覺得 我的看法就是 絕對不會 解決到我們現在 中堅的解決方案 那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